欢迎来到王一博NewsCenter频道 请订阅频道 大家不要错过当天王一博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接头吗? 不,是魏若来接头吗? 为了接头而接头 这个笑耿火了 现在好多人都被这个桥段给整笑了 唯唯诺诺的魏若来 为了完成哥哥的交给自己的任务 就这么头一次来了一次接头 没想到这么呆萌又可爱 谁看了都知道这个人在当街头人 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可爱呢? 这两天的笑点是王一博的魏若来给的 头一次感叹一句 王一博可爱起来原来这么讨喜 瞬间被圈粉 被揍的满脸是疤痕 眉角带着安踏标签的伤口 鼻梁还带着血痕 拿着大大的报纸 呆萌的眼神 看着所有从自己身边走过的人 魏若来坐在那里的画面 怎么看都是问题人物 结果却被这张哭笑不得的脸给整笑了 魏若来那紧张又无措 烫手的山芋不得不去做 自己百般无奈 也要认真完成 可是实力不允许 人畜无害的面孔 眼神四处乱溜达 慌乱又萌动 恨不得把报纸都要戳到人脸上了 这街头接的 压力有点大 看把魏若来给男的 赶紧去救救孩子吧 隔着屏幕都想替他把报纸接过来 都想帮他把这个街头给完成了 哎呀 这道题太难了 王一博都救不了魏若来 可是他却把魏若来懵动无知又紧张的一面眼活了 这个桥段应该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就是这么大的反差感 给了大家太多惊喜 好多人都好奇 王一博是怎么拍摄这场戏的 怎么就这么幽默 魏若来的那种懵动与无奈 实在好有喜感 这可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有胆有势的魏若来 他聪明的小脑瓜在刚开始原来是个小呆瓜 多少人因为街头的画面被王一博圈粉 他把魏若来演的活灵活现 太讨喜的反差萌 给了这个人物很饱满的成长过程 好了 这次魏若来出圈的表情包 又多了一个街头吗 好多人在沉迷于王一博脱衣镜头中的时候 还没有浪里各浪一天 街头的表情包又上线了 前一秒我是梦女粉 后一秒我变妈妈粉 这脱皮的速度有点快 估计再等一天 事业粉就上线了 这剧情开展的速度果然风驰电撤 瞬间好多人的表情包跟画术都在改变 街头的表情包成了大家互相调侃的街头暗语一样 打招呼用街头吗 问候变成街头吗 配上王一博拿着报纸 呆蒙眼神看着你的时候 是不是不想回复都得回一句 这不是王一博吗 怎么这么可爱 你也是王一博粉丝吗 这是什么剧 一连串的问号过后 王一博就这么带着魏若来成了我们表情包 想想都觉得搞笑 一本正经的冷幽默 呆蒙又可爱 街头吗 不 我只想跟王一博街头 算了 还是魏若来吧 毕竟这个孩子我能养得起 呆蒙又可爱 小眼神里透着一股很好骗的样子 带回家 哎呀 王一博这是开窍 还是打开了人多二脉 表演瞬间开挂 毫无违和感 这演戏的飞速前进 让多少人对此刮目相看 好评如潮 人物拿捏到位 是仅小人物原本以为不符合他 没想到却被他演得活灵活现 果然是厉害 这是王一博众多作品中 让人吹捧不够的一部 这也是他努力学习表演后 给我们带来的成果展现 他说对表演很有野心 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好的演员 果然演出必行 去年拍摄完成的 经历过不停打磨学习后 让我们品鉴的作品 这次无需我们夸 观众一致的认可跟好评 收视率持续飙升 讨论度大增 就是对他的回馈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频道